车夜不眠奔风每一场热爱 大家好我是伊莉 今天带你看一台奇亚的施伯拓戒 那前段时间啊 有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叫做重回寒流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台车 真的就是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属于寒流的时代 这台车啊 它其实为什么叫施伯拓戒 这样应该非常特别的名字 是因为它是直接从英文sportage这样英译过来的 它其实已经出了很多代了 这是第五代的施伯拓戒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它各方面的表现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头部分 这车头部分啊被官方称作是一个虎啸式的前脸 非常的有辨识度 也有一定的杀伤力在里面 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回旋式的LED灯啊 一看就知道是奇亚的一个前脸 中间呢通过这样一个黑色高亮的示板 进行两边车头灯的一个连接 看起来呢是一个贯穿式的前脸 下方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色钢琴烤漆的 中网隔山的设计 整个前脸看起来是比较的有辨识度 有点微微下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整个车的外观部分啊属于一个比较圆润的外观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一个动力系统 之前很多人吐槽它的变速箱 那目前呢已经换成了全系标配AT的变速箱 然后另外呢它的2.0T的发动机呢 相比海外版1.5T的这样一个发动机 动力方面也会更加的强劲 那坐进车下内呢 我觉得它内饰部分最显眼的 就是它的这个双12.3英寸的一个双联屏的设计 它的这个双联屏的设计不仅是双联屏啊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弯曲的曲度 这样呢我们其实在行车的时候 看上去的视觉效果是更好的 不用这样眼神切来切去的 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中控屏 还有液晶仪表盘上面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能够一下就看得见的 然后中间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桥的出风口 连接它附驾的这样的一个银色的镀锅式条 连接有一点点贯穿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从视觉上拉宽了它的车宽 在下方呢还有很多触控 加上一个机械按键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方式 手机的无线充电USB和Type-C的 接口 然后它的档位调节呢是一个旋钮的档位调节 另外呢它前排是有座椅通风加热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储物空间 两个杯架和我们的一个扶手箱呢 储物空间还是非常的充裕的 它的杯架和我们的这个扶手箱呢是分开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储物空间还是非常实用的 座椅部分呢还是非常舒适 前充物也比较柔软 整个内饰呢是一个简约大旗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风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排部分 那它后排部分的空间方面呢不算特别充裕 但是是绝对能够坐得下 而且还是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姿态的 然后可以看到我腿部大概有个三拳的距离 头顶呢离车顶有个两拳的距离 然后它一个全景的天窗呢 也会让我们在视觉上面更加的通透 显得里面的空间也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然后它中间这个座位呢它座椅是比较平整的 脚部空间呢稍微有一点少台阶 但是呢它这个台阶不是非常高 放向我的脚呢还是会非常舒适的 然后中间有一个扶手箱 扶手箱设计里面也非常简洁 就是两个杯架 然后它整个内饰的一个风格呢 就是非常简洁 而且就是有那种运动的感觉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一台齐亚的施波特舰呢 确实是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属于寒流的时代 冲回寒流来感受一下来自寒流的魅力 穿越不眠奔赴美一场热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